好了,來到第41條MC 題目 這條會考考我們四心概念當中的垂心 看看它說什麼 假設A是上數,給了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會與X軸接近PQ兩點 另外這兩條直線的R 最後這三角形的垂心座標是0和18 問我們A是多少 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們要知道什麼是垂心 我們總共學過四個心 愛心、重心、內心、垂心 英文circumcenter、centroid、incenter、orthocenter 當然每個心的特性和它代表什麼 怎樣形成,我們要知道 當中,orthocenter 隨心看看,原來是三條高 attitude 先拉過去直角 先拉過去直角 三條attitude、三條高 intercept的這個項目 就會叫做orthocenter 那些方法 可以怎樣找到 記得關鍵是直角線 attitude 現在看回我們41這條題目 現在我們不如試試找回PQR三個座標 先拉過去 首先P點 它說P是什麼 P會是L1條直線的X截距 我們記得找X截距的方法 可以是把Y代回0 找P的座標 找P的座標先 我們把L1條直線的Y代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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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Q這個 就會是L2的X截距 這就是代為Y為0 不過不是代為Y為0去L1 應該是L2 現在的X截距 我們會求得X會叫負A over 4 所以Q這個座標 我們就會叫負A over 4 0 最后到R这个座标 R因为是两条直线的intercept point 我们就把它做回也是一式二式 联纳方程找回那个座标 因为这次它牵涉到一个A的存在 我们这次没办法用Program去找 不过也很幸运的 因为它是-3y和加3y 大家的y的数是一样 你把两条式是什么呢? 一个负一个正 所以两条式双加就可以了 双加的话刚刚好-3y加3y 没了个y x加4x就5x -a加a也是没了 所以找到原来x是0 当找到x是0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x对于0 代回到一式或者二式 都没所谓的 把x代回到0 把x代回到0 去分一式 那就要求到y等于-a over3 那就要知道原来我们R的这个座标 就是0-a over3 所以pqr三个座标 我们现在都会有齐 那我们如何找到a的数是多少呢? 关键就是随心的特性 记得什么是随心? 所谓的水心就是说 我们由针针拉下去之后 它这个会成为什么? 会成为直角 这个会成直角 直角有什么特别? 记得直角的话 如果两条线的斜角 它两条线的斜路相成 两条线乘成一定是-1 所以来说 我们现在红色这条线的斜路 它的斜路 y2-y1 over x2-x1 这条线的斜路也就是 y2-y1 over x2-x1 那你两条线的斜路 乘成就会等于-1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条线试 去尝试找回a是多少 f ini2-y1 over x2 如果您继续模致 如果您继续乱 i2-y1 over x2 i3-y1 over x2 o0-y1 over x2 qu Antие1 over x1 如果负18a over 3 就会负6a 下面负a x a 就会负2次 over 4 两个负号抵消了 两个a都抵消一个 把这个乘过去 找到负a等于24 所以a就会负24 所以最后答案我们就会知道a等于负24 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a 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谈谈第二个方法 如果是瑞芯不熟悉的话 我们有一条叫做四芯的program 可以选用四芯的program 去尝试找回a是多少 如果我们玩四芯program 应该是怎样做呢? 去问我们a是多少 有四个选项 我们就会逐个选项 逐个逐个答案带回去试一试 例如我认试如果a是对的时候 L1的方程就会是这样 L2的方程就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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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找回p的左标出来 L2的方程就会是0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p的左标我们就会叫做-24 到q的左标 q同样来 因为q是L2的x字 所以代替L2的y为0 那你就会求到x等于6 所以来说我们q的左标就是6 最后R的左标 R是它两个的接触点 所以来说我们是联纳方程 但因为今次没有了a 已经是个数字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联纳方程的program 直接去按R的左标出来 你会求到R的左标是0 和8 然后我们已经有齐pqr三个左标 那我们就会怎样 他说这三个人的垂心 Orphocenter是0和18 如果有4心program 我们就直接用这三个左标 试试按Orphocenter的coordinate 看看它是否真的是这个答案 如果是就对 如果不是就错了 那我们的program 就是我们这一本 天书里面也有这条program 那我们这本天书的program 我们就会顺序出ICOC 中文叫做内形随外 英文呢 英文呢 我们就会叫它做icoC 分别就会是 Incenter Centroid Orphocenter 和我们的circumcenter 好 那我们试试按一下 顺序我们可以入 08 -28 -240 -60 -60 那看回 出来的座标 第一个叫-1.35 再按一下 就会出3.68 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座标 Incenter 下一个 -6 8 over 3 这个就是我们的 形深 Centroid 0 18 这是随心Orphocenter 这就是随心Orphocenter的座标 -9 -5 那就是circumcenter 愛心的座标 于是我们看到 这三个座标出来的随心是0 18的确是文核 所以就A 那我们不如试试D 这个选项 这个很快 我假设找了PQR 三个座标 应该就是这三个 不如我们试试按一下 这个选项的Orphocenter 看看是多少 0 -8 24 0 -6 0 然后再按 这个会是 InCenter的X座标 InCenter的Y座标 CentroidX座标 CentroidY座标 Circumcenter x座标 Circumcenter Circumcenter 对这个Orphocenter X座标 和Y座标 所以你会见到它按出来是0-18 和它所说的并不吻合 所以我们会知道D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如此乱虚 应该只有A这个选项 我们用这个四心program 会找到Orphocenter 垂心是0-18 其余这三个选项都不会是0-18 2个方法 可以看看哪个方法自己适合 就这样用了